字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 全球多個團隊都正努力研發該病毒疫苗 而目前本國至少有8個團隊正在參與研究當中 聯邦政府暫時與4間美國公司簽訂協議 研發中的疫苗一旦通過臨床試驗及加拿大衛生部的批准 本國會獲得兩千萬至七千六百萬劑新疫苗 今晚我們一齊詳細了解一下 究竟目前新疫苗的研究進展 聯邦政府與美國生物製藥公司Moderna、Pfizer、Novavax 和Janssen已經簽署協議 預期將為本國提供每種疫苗二千萬至七千六百萬劑 疫苗研製有五個流程 第一是先研發疫苗 接下來是進行毒物測試 而這四間藥廠公司已經進入第三步 亦只是臨床實驗 而臨床實驗亦分開三個階段進行 現時Janssen與Novavax 正處於臨床實驗的等級 第二階段而Moderna和Pfizer就已經進入第三階段 一旦通過臨床實驗 需要得到加拿大衛生部批准才能接種疫苗 之後當局也會繼續監察疫苗的安全性 一般研製出新疫苗往往需要十年時間 詩醫生表示新冠病毒疫苗研製發展非常迅速 詩醫生表示即使新疫苗面世也有其他因素需要考慮 例如病毒是否變種、生產能力 以及是否能有八成人注射 從而達到群體免疫的效果 加拿大目前已有至少八個團隊參與疫苗研製 但大部份都只是處於動物測試和臨床實驗第一階段 總理杜魯多表示 一旦疫苗通過測試 並獲得加拿大衛生部 加拿大目前已有至少八個團隊參與疫苗研製 但大部份都只是處於動物測試和臨床實驗第一階段 總理杜魯多表示 一旦疫苗通過測試並獲得加拿大衛生部 當局批准本國亦有能力生產疫苗 同時宣布將投入1億2600萬元 擴大位於滿地殼Royal Mount的生物製造設施 用於生產新冠肺炎疫苗及治療藥物 今晚的健康原理就講到這裏